鲁迅杂文集被誉为什么呢? 鲁迅杂文集被誉为匕首和头枪 精选了四十多篇语言犀利且富于战斗性的杂文 以奋机的呐喊唤醒沉睡在迷茫中的人们 鼓励人们勇敢地站出来 破除一切恶 让真善美的光辉涌住人间 作者力求在书山往海中 为读者精心采写一份惬意与感动 把真善美的体验和心境传递给读者 让读者以愉悦的心态体会阅读的快乐 使读者获得别样的阅读体验 鲁迅曾用名周章寿 后改名周树人 曾自御山后改御才 鲁迅是他1918年发表《狂人日记》时所用的笔名 也是他影响最为广泛的笔名 鲁迅是著名文学家 思想家 民族战士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 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1193年发表《狂人日记》时所用的感想 1195年发表《狂人日记》数是119 couple 2195年发表 2195年发表 2199年发表